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虛爛徵收為什麼會常常被拿出來討論它一個可惡性 這個大家可以稍微對比一下 所謂的一個一般徵收 大概如果以台南鐵路地下的話 公平的一個案子的話 無論是南鐵或者是平鐵好像也是一個類似的一個狀況 大概你在一個外觀上面 原則上你還是看得到有一個公共建設在那一邊 如果以南鐵案來講的話 它基本上公共建設就是什麼 就是鐵路地下化 它就是一個鐵路地下化 但是它為什麼會引發一個大規模的抗爭 因為它東移 因為在一個最原初的一個規劃的一個方案 它其實是在現在的一個現有軌的一個正下方 也就是我們一直在所在講的一個原軌地下化 基本上去進行一個施作 但是一旦它東移後的一個結果 東移後的一個結果 它的擴大的一個拆遷的一個數量 基本上是呈現一個非常大幅度的一個成長 但是為什麼 它還需要去進行一個往東移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之前當然 相關的一個文件 包含在我個人的臉書上 大概也都已經有去提及到 核心點 其實它主要還是要在於 要去騰空現在一個台南設施 佔據這個狹長形的一個土地 一旦東移之後 把這一塊土地整個給騰空出來呢 事實上它就會去帶來一些土地 蠻龐大的一個土地的一個開發效益 以規範報告基本上所在講的話 大概就是 他們預期大概就是 523億的一個房地總值 外加62萬一個乒乓米的一個 農地板的一個開發面積 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所在講的一般的徵守 它你在外醫院上 別的證書上還是會看得到 有一個公共政策 一個公共的一個建設在哪一邊 那對你區段徵守 包含剛剛徐老師 戴老師 為什麼會一直去談到 區段徵守它的一個危險性 因為它真正一個可惡的一個地方 是在於就是說 你連一個基本的一個外觀的 一個大型的公共建設 原則上你也看不到 原則上你也看不到 我就舉一個 陶淵航空城的一個例子 剛剛美玲姐也是非常的難過 因為她昨天她也提到 又有一個反對徵守 因為受到外在一個壓力又要退出 陶淵航空城 它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一個區段徵守 而且它不單是區段徵守 它還是走了一個是所謂的一個先行的一個區段徵守 那我稍微就談一下 在一個區段徵守 你在外觀上也看不到一個非常強而有力 或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一個公共建設在哪一邊 以陶淵航空城上面來講 它有大幅度的一個面積 本來是所謂的農業用地 而且是屬於非都市土地 那 它的一個都市計畫 基本上就是很簡單 把這一大片的一個非都市土地 事實上就直接把它變成一個所謂的一個新定都市計畫 納入所謂的一個都市土地 納入都市土地之後呢 其實就在上面紙上畫畫 就把它變成一個商業區跟住宅區 就這樣 就這樣 那理由是什麼 就是為了要配合桃園機場的一個擴建 他們預期會帶來大幅度的一個漁客的一個運量 因此就會帶動周邊的一個住房用地 住商用地的一個發展 就為了這樣的一個理由 就把大片大片的加一個農業用地 全部納入都市計畫的一個土地 並且屬於區段徵守 這件事情的可惡性就是在這裡 為什麼剛剛戴老師跟徐老師一再的認為 區段徵守的制度本質上它就是一個違法 當我們今天談到核建的時候 還必須是我們人民跟建商之間 確實就是必須你情我願 大家坐下來談 協商出一份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一個核建契約 才有辦法進行後續的一個動作 但是事實上區段徵守它並不用 它並不用 它其實只要政府 它動用它的一個公權力的一個強制性的一個手段 它就有辦法大批大批的一個掠奪這樣一個土地 掠奪回來之後 它在自己再進行的一個相關的一個規劃 然後進行相關一個規劃 跟興建一些必要的基本的一個道路等等公設之後 這一些的一個財務又有哪裡來 一樣就從它所徵守過來的一個土地 叫做所謂的配餘地去進行一個標售 如果標售有剩餘呢 甚至還可以為國庫帶來一些的應收 這個制度可惡性就可惡在這裡 那最後慘的是誰 就是大片大片被破千的這一些的一個人民 所以從這個制度基本上在談到一個所謂的一個先行區段徵守 基本上如果你認為區段徵守是一個違憲 那當然先行區段徵守 當然更不用講 先行區段徵它本質上還是區段徵守的一種 只是它把時間點更往前點去提高 大概一個基本的一個概念是在於就是說 無論是徵收了一個制度 都更或者是重劃 大家要先知道它的一個上位 有一塊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叫做所謂的都市計畫 就是說你任何的一個土地要去進行開發的時候 基本上如果它又是都市土地 甚至非都市土地一樣 有可能就是會納入一個都市計畫 你在一個都市計畫 相關的一個使用分區 相關的一個配套 基本上相關的一個規劃 擬定出來之後 你要怎麼樣去執行這樣一個都市計畫 原則上就是走所謂的徵收、重劃 或者是所謂的一個都更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去理解到 當我們一直在談徵收、徵收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其實本質上是作為一個都市計畫的一種執行手段 去進行使用的 所以真正的這一個萬惡的一個源頭 本身不在於它的一個執行手段上面 而在於它的一個都市計畫的一個本身 而當我們談到都市計畫的時候 它就勢必 你一樣 規劃者 你規劃者 在你訂出一套都市計畫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並不是隨意的 我高興這邊是住宅區 我高興這邊是商業區 這樣子就算了 這樣子就算了 事實上 在現在 尤其在現在行政訴訟的都計專章擬定出來之後呢 接下來在整個司法審查的上面的 其實會慢慢的會去建構出一套系統出來 就是說 你在都市計畫的擬定跟核定跟審議的過程 你必須要去衡量哪一些的利益 你必須要去衡量哪一些的利益 就是我們所在講的一個利益衡量原則 我打個一個比方 像南鐵東一案的一個判決 第一審的一個判決 在利益衡量的一個部分 哪一則判決 他就曾經揭示過一件事情 叫做什麼 公共設施就要怎麼樣 進先利用公有地 他就是從都市計畫把42條所衡量出來的 一條利益的一個衡量原則 這件事情就是得再告訴規劃者什麼 如果你在進行相關公共設施的一個規劃的時候 你應該要盡可能的 腦袋要先動到哪裡 動到公有地的上面 腦袋要先動到公有地的上面 當然目前大概利益衡量 當我們台灣利益衡量原則 究竟要衡量哪一些利益的時候 當然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目前大概是 南鐵東一的一個判決 揭示出一條這樣一個原則 但是他人會有相當多的一些利益 應該要去衡量的一個利益的一個原則 要慢慢的被產生出來 我有打個比方 像都市計畫那個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的第七條 它裡面也分別提到什麼 要以大眾運輸為導向 要以大眾運輸的節點為導向去進行一個都市規劃 它也包含了什麼 自然環境還有都市發展歷史空間的空間文理 這些東西本身就是你規劃者 要去納入到你一個利益衡量當中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所講的全部都是理論 全部都是一個理想 因為你真正的實際上 你去看到各個重大開發案的一個 都市計畫書圖的時候 包含了我們剛剛所講的 南鐵東一案的一個都市計畫 並跟然後也包含了 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 即行附近地區的特定區企劃 你真正的去躍入這一些一個計畫書的時候 事實上你很難找得到很堅強的這樣一個利益衡量 有被記載在規劃書的當中 有被記載在一個規劃書的當中 所以在一個最核心的一個源頭 我們本身在整個都市計畫審議本來就是呈現在一個 相當空泛的一個狀態 當它呈現在一個空泛狀態的時候 一旦它在都市計畫 它就決定了要去採用徵收的手段 最簡單的先行區段徵收 為什麼會發生在桃園航空城 因為在他們的特定區計畫當中 就是記載要採用先行區段徵收 所作為要執行這一個特定區計畫的一個手段 因此我們後面就會看見一個先行區段 這只有一個手段的一個存在 但是如果你在最源頭的這個都市計畫的一個階段 你該做的一個利益衡量原則 甚至是說你徵收所應該要去考量到的一個公益性跟必要性 你沒有把它提前到都市計畫的階段去進行審議的一個時候 你後面整個大幅度的一個破千的結果就會出來 所以對被破千的一個居民來說 當然徵收是他們感受最深刻的一個手段 但是我要說的是說 基本上真正的魔鬼其實在它一個源頭 都市計畫階段早就已經發生了 於是乎我們在桃園航工程它的一個特定區計畫 它的特定區計畫事實上我大概也看了一下 基本上也就很簡單 它反覆不斷就是強調什麼 我這一大片在一大片的一個土地 我當把它取斷增縮過來的時候 我可以創造多少產值 兩兆三千億 因此你就看到兩兆三千億這個數字 就貫穿它的頭尾 整個計畫原則全部都是導向一個非常強烈的一個開發性的一個導向 更不要說你採用的還是一個先行的一個區段徵收 好 謝謝